大家好,欢迎收看动心电影 乡下总是静谧甜淡的温柔 蔚蓝的天空似乎正源源不断的向外溢出新鲜空气 树叶悉数响着,声音却不嘈杂 混着夏日固有的气息令人不觉心旷神怡 一辆老旧的汽车载着家具和行李 缓缓行驶在乡间的道路上 小女孩小梅和姐姐小月随同爸爸搬进乡下的房子 两个小女孩蹦蹦跳跳 在美丽的大自然怀抱里统真显露无遗 由于爸爸经常需要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妈妈 两个小女孩不得不自己去认识旁边的环境 龙猫的故事就在这一片田园风光中展开 一天,妹妹小梅在院子里寻找橡树子 意外看到一只小龙猫 小龙猫若隐若现,东躲西藏 一心想甩掉小梅 小梅兴奋极了,发出隐隐般的笑 撒了橡树子,也要紧跟着小龙猫 小梅跟着小龙猫进入一个树洞里 并于此时见到了曾在大人们口中听说过的 神话般存在的龙猫 大龙猫正在睡觉 小梅跑到大龙猫肚皮上玩耍 大龙猫发现后也不恼 和小梅息息逗乐了一会儿 玩累的小梅安心地躺在大龙猫的肚子上睡觉 父母和姐姐回过神来 发现妹妹小梅不在院子里 两人着急寻找小梅 并在小梅能溜到的地方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一番寻找后终于在一棵老橡树下发现了小梅 小梅被爸爸和姐姐叫醒时还处于兴奋的状态 小梅告诉爸爸和姐姐自己刚才的经历 姐姐小月一副无论如何都不幸的样子气坏了小梅 爸爸在一旁安慰小梅说她相信 小梅带着爸爸和姐姐小月寻找龙猫 但那棵大乡树的树洞却消失不见 仿佛静止 小梅愣神委屈不知所措 雨夜姐妹两人在家等下班的父亲 可左等右等父亲还没回家 于是两人来到公交车最后一站接父亲 姐姐背着妹妹小梅百无聊赖地等着父亲 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龙猫手拿荷叶挡雨并陪伴在他们身边 事实上龙猫在这儿是为了等他的公车 姐姐往龙猫的方向挪了脚步 给龙猫撑开一把伞 这个画面美好至极成为龙猫这部电影中最经典的画面 龙猫把预示着希望的橡树种子送给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乘着自己的毛巴士专车离开 姐妹俩拿着龙猫送的橡树种子开心到愣住 直到等到父亲 有了这次经历 姐姐小月也相信真的有龙猫存在 姐妹俩在父亲的鼓励下把橡树子种在庭院 那以后姐妹俩总是经着这块土地等待橡树长大 但橡树子却待在土地中没有任何反应 一天夜里龙猫和一群小龙猫来到这片土地上做法祈祷 不一会儿种子破土而出 煞食长成餐厅大树 姐妹俩来到庭院和龙猫一起在橡树肩上玩耍洗脑 场面美好温暖 夏天快要过去 姐妹俩收到医院的电报 得知他们妈妈病情恶化 姐妹俩非常担心妈妈的情况 此时小梅吵闹着要见妈妈 姐姐抱怨她不懂事 小梅父亲独自一人去找妈妈 小月和父亲以及其他村民一起寻找小梅 天色江湾 小月慌忙之下 找到龙猫帮忙 龙猫召唤猫巴士 载着小月在空中进行寻找小梅的身影 终于找到迷路的小梅 姐妹俩一同坐上猫巴士 并来到妈妈的病房床前 两人看着平安的妈妈不由得露出快乐的小言 小梅把原本想要送给妈妈的玉米放在床前 妈妈似乎感受到姐妹二人的气息 拿着玉米露出欣慰的笑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不得不佩服 这个动漫制作真的十分成功 温馨美好的画面和憨态可惧的龙猫形象 似乎驻扎在脑海 无时不刻带给人温暖坚韧的力量 宫崎骏一贯热爱描写自然 并热衷于为孩子们编织梦想 龙猫这部电影更像是宫崎骏 送给孩子们的美丽童话 守护住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份童心和天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